男子开车行经,国道3号南下香山路段疑似分心追撞前方货车 导致货车擦撞护栏翻覆,驾驶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 另外在台78线快速道路云林土窟路段,一辆载满钢筋的连接车 疑似被小货车追撞,货车驾驶受困在车内 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救护车货爆火速抵达意外现场 只见一辆白色货车,车头严重扭曲变形 驾驶卡在车内,动弹不得 救难人员赶紧用破坏器材将人救出 但驾驶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事情是发生在29号晚间10点多 台78快速道路云林土窟段 一辆疑似机车行的小货车 不明原因从后方追撞前方满载钢筋的连接车 因为不明原因追撞前方营运 另外死亡车祸还发生在国道3号南下 香山路段 车祸现场零件遍布三个车道 可见撞击力道 29岁的零星驾驶疑次分心 追撞了前方货车,导致货车失控 撞击外车护栏后翻覆 57岁的正姓货车驾驶当场被抛飞车外身亡 一因分心驾驶追撞 行驶与中线车道之 小货车 而由于两车驾驶都没有酒精反应 基于详细的造势责任 还仍带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借苗栗云林综合报道